看完这个大孕妇啊 这几天就要生了 幸运动还这么高 不弄出来事不罢休啊 又一个 这几天就要生了 大家好,我是阿龙 刚才给那个换鸟准备好了那个产房了 这边这两个犬设吧 就是专门生产那个小狗用的 里面就是人弄了一个木头箱子 然后冬天可以饱满 三四天就该生产了 等会去老犬设 先把那个换鸟带到这边来 走吧,一会儿过去看看 老犬设还有四条鸟 大捺鸟 白的 看来换鸟 看看换鸟 素素就大了 ед换鸟 人 Esta换鸟 你耳鸟 是的,差 ont了 要换鸟 现在不必知道 所以,凤士 还 depend 或者对我这样女士 先让换远在这儿熟悉熟悉环境 产房给它准备好了 看这肚子有点生八九个吧 这肚子有点生的 我还在这儿熟悉环境 我还在这儿熟悉环境 大家看看这个幻影啊 很兴奋的一条母鱼 看看这肚子 很大 像个大西瓜一样 这两三天呢 就马上要生了 兴奋度还这么高 不能让它活动量太大了 出来就跑疯了 别等 别等 完了 回来 过来 温暖一会儿 他现在这个肚子下垂了 摸一下小狗子 小狗子动得太厉害了 别等 快 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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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跳 我温暖一会儿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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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这个大孕妇啊 这几天就要升了 线运动还这么高 弄出来来一个 回来 回来 不弄出来 事不罢休 又一个 过来 过来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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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住了就不伸口了 来来来 给我给我 给我吧 给我 给我 高兴了 高兴 走 单选出来 滇于 我们给大家简单 聊几句幻影的 血气的搭配 这个幻影呢是诺基的女儿 然后她跟白雪灵珠在那儿囤窝的 这路血吧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母亲就是那个黑妞 但是白雪灵珠幻影 这三条呢还是随着父亲诺基多一点 一个是体型 再一个是性格上面比较活跃 都要比这个黑妞活跃 然后呢 这次搭配的是丢狗 丢狗等于是 是 是幻影的这个爷爷辈的 然后这样呢就是说 她现在里面的血吧 留的有这个德伊丽玛血的 就是大老黑那种血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猪鲁血 然后还有那个阿特拉斯端尔血吧 这三种血现在 基于医生啊 就是幻影 这种血 然后现在搭配丢狗呢 就是等于回血 这实际上是一个系内繁殖吧 目的也是为了提成 但是这样出来的小狗呢 后代呢 好的 会很好 会很棒 但是差的 就直接她淘汰掉了 就是现在很多国外的一些犬舍吧 也会做一些的那个系内繁殖 就是比方上就是说 近亲嘛 近亲繁育嘛 这样呢 一直就是给这个 这股血吧 提下唇 然后也是想出一些 更好品质 更好性格的犬嘛 然后差的吧 就要淘汰掉了 反正肯定这个里面 要想有更好的 肯定会淘汰一些差的 有好的一面吧 也有就是 有就有差的一面 就这样 我这边现在 比较注重繁育吧 你说养狗 很好养 但是繁育这块 真要下功夫了 没有说那么合整 尤其现在犬舍的别人吧 还是比较注重的是 母犬 母本也好 然后可能后代 才陆续的会出一些好狗吧 如果说母犬本身不行 后代就是说淘汰的几率 很大 反正这东西吧 说着简单嘛 就是没有几年功夫 还是出不来几条 就是很棒的狗 你看很多现在就是说从进口回来的一些狗 一代还行 等到第三代 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 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一窝里边 甚至两三窝里边 出不来一条就是说好的 所以说这个咱不要去数量了 要的就是质量 哪能让它两年产与一窝呢 三年产与一窝都可以 出就出精品 这是我 对这个西班牙烈卷繁育的一个这个理念 喜欢那个猛犬的朋友 关注我一下 有什么问题 咱共同探讨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下期再见 拜拜